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美國總統喬·拜登提名的中情局局長威廉·柏欣斯表示 與中國的競爭是美國國家安全的關鍵 一個對抗性、樂奪性的中共領導層 構成對美的最大地緣政治考驗 柏欣斯在2月24日 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提名聽證會上 多次強調 習近平治下的中國 對美國構成國家安全威脅 他表示 在他被任命為CIA局長後 他的四個首要任務是 人緣、夥伴關係、中國和技術 柏欣斯在確認聽證會上說 在未來的日子裡 超越中國將是我們國家的安全關鍵 柏欣斯指 習近平的中國 是美國的一個強大的專制對手 他們竊取知識產權 鎮壓人民 輸出控制和在美國國內建立影響力 柏欣斯說 一個對抗性、掠奪性的中國領導層 構成了我們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 與中共治下的中國的競爭 是拜登政府以及兩黨國會議員的首要任務 兩黨對華鷹派議員都希望拜登能夠對北京採取強硬路線 其次 俄羅斯仍然被認為是一個美國需要持續關注的問題 柏欣斯說 那些熟知的威脅依然存在 包括來自俄羅斯、朝鮮和伊朗的威脅 同時氣候變化、全球健康問題和網絡威脅 也構成了巨大的風險 柏欣斯表示 他在擔任外交官的這幾年裏 也經常與中央情報局合作 現年64歲的柏欣斯 過去是一名職業外交官 有超過30年的外交經驗 並在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分別就職過 預計他將輕鬆獲得中央情報局局長CIA的職位確認 成為美國第一位職業外交官出身的中情局局長 白欣斯已經經歷過5次參議院提名聽證 在歷經、列根、魯布殊、小布殊、克林頓和奧巴馬 五任政府10位國務卿下 他在國務院擔任過多個高級職務 工作足跡遍布世界各地 比如 白欣斯曾經在克林頓總統任內 出任美國駐約旦大使 在小布殊總統任內 擔任美國駐俄羅斯大使 與俄羅斯總統普京 有過多次近距離接觸 同時 白欣斯也是奧巴馬政府期間 美方跟伊朗核談判的核心人物 他跟拜登現在的國家安全顧問 傑克·沙利文 在2013年 領導了與伊朗的秘密會談 並推動2015年達成伊朗核協議 拜登政府於上週提出 拜登的政府 將與伊朗 以及2015年協議的各方談判 看看是否有辦法重返協議 特朗普政府於2018年 退出伊朗核協議 此外 白欣斯在奧巴馬政府就職期間 也曾經多次代表美方前往北京 就伊朗、阿富汗和俄羅斯等議題 與北京磋商 並在其擔任副國務卿後 積極地直接參與美中關係溝通 他還是美中戰略安全對話的美方牽頭人 他在北京曾與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 李元朝舉行過會議 美國之音在2月22日的報導說 白欣斯在其回憶錄 《秘密渠道、美國外交回憶錄及其復興案例》 裡面說到 中方人員有時候讓人不舒服 白欣斯記述了一小段 與北京進行戰略安全對話時 雙方就網絡間諜問題談判的情況 白欣斯寫道 交流閃小是有趣的 我們有一次花了整整7小時 展述和辯論 我們掌握的有關中國國家機構 實施商業間諜活動的具體信息 包括中共軍方的 中方立即反駁我們的證據 在他們看來 政府可以使用任何手段 構建優勢 無論是政治優勢 還是經濟優勢 我們強調 我們堅決做這樣的區分 並展示出了這種強硬立場 當我們毫費口竊 呈現的切實證據 無際於事 當歐巴馬總統的關切 遭到斷言拒絕 或者是無事之時 我們宣布起訴幾名中方安全官員 雖然將他們交給美國司法系統的機率 幾乎是零 但是我們展明了立場 中方最終和我們達成了大致的諒解 顯著減少了網絡商業盜竊活動 雖然奧巴馬和習近平在2015年 達成了中美網絡安全協議 但中方並沒有遵守協議 而美方也沒有辦法讓中方兌現承諾 在特朗普上任後 中美網絡安全問題變得更為突出 特朗普政府此後動用司法 貿易等 全方位回擊中共支持的政府性網絡攻擊行為 此外 在白欣斯的提名聽證前 美國保守派質疑他從2014年 國務院副國務卿的位置上退休後 擔任美國智庫 卡萊基國際和平研究所所長期間 是否涉嫌收取不當資金的問題 根據《每日電訊》2月8日的報導 白欣斯領導的智庫 近年來收取來自中國的200萬美元資助 其中包括 收取前香港特首董建華創辦的 中美交流基金會的資金 中美交流基金會 被國會常設機構 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查委員會 在2018年點名 為中共在海外做統戰工作 有很多參議院共和黨人 以及全部民主黨人的支持下 拜登的大部分國家安全團隊人員 已經到位 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 國防部長盧埃德·奧斯汀 和國家情報總監 艾薇爾·凱恩斯 都輕鬆獲得提名確認 預計白欣斯也會快速通過 CIA局長的提名 華爾加日報早前報導說 拜登的中國政策 由意見相左的團隊成員主導 他們之間如何合作 可能會決定新政府是否會有一個統一的對華政策 或者是一個充滿分歧 容易被北京利用的政策 報導說 即使是拜登的一些盟友也預計 拜登團隊中的裂痕 會在人權 或者是產業政策等問題上 突顯出來 如同這些問題 曾讓前幾屆 美國政府的經濟官員 和國家安全官員 對立起來一樣 前民主黨總統克林頓政府 起初也曾經對華強硬 但當北京招募美國三屆盟友 遊說政府時 克林頓政府就退縮了 這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